双打当中发球是第一拍 非常的重要 两个人有点抢 好球 在中前半场这种拿球和组织的能力很关键 也是为男选手创造更多后场抢攻的机会 分出一个对角 又是分到对角线 能力很强的 还是把球挑给对手 对不对形成后杀前锋 好球 偷发一个后场平快球 又是分出对角线中的有所准备 先杀得不错 又是分出了一个对角 漂亮 王毅律连续进攻后杀前锋 偷发动用有杀的后场平快球 很漂亮 好球 ójj 宾 好球 好球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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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左里去连贯到正守卫 还是王口处的争夺 给到后场 杀两个人就结合步 漂亮 这发球抹了一个有一些滚网 出对角 可惜了 中国队快速的轮转 好球 好球 杀直线 杀结合步 漂亮 还是要在中半场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哇 这球弹了一个对角线 好球 漂亮 十七比十九 东友有沙发球 接触了一个高质量的滚网球 连续的平球档 双方都还是没有弃球 还是王口的争夺 又是有一些滚网中共的机会 好球 漂亮 漂亮 哎呦 黄东平现在在后场 连续的进攻 中国队完全轮转 篮掉下来 好球 抽队脚线 把球挑给对手 短有杀发球失误 黄东平发球 好球 好球 黄毅律发球 机会 最终是24比22 黄东平和黄东平 直落两局 战胜了渡边勇大和东英勇沙 以雅思组合 顺利地会失了决赛 今天也是黄东平的生日 两个人也是用一场胜利 为黄东平送上了生日礼物